日前傅远爱近日在富士定视台解说乒乓球比赛复出 这也是他3月3日在爆出外遇风波长达146天后首度露脸 据日媒东京体育报道 相关人士透露傅远爱和江洪杰已经在8日宣布离婚 因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 所以才会正式复出 傅远爱正式复出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只是中国球迷与日本球迷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跨的情况 相对于比较友好的中国球迷而言 日本球迷可谓是极力反对傅远爱付出担任解说一职 至于观众的质疑 为什么傅远爱在离婚丑闻的情况下还能付出 据之间人士表示 这中间恐怕还有条件交换 他可能已经和电视台讲好 会用一个专访来交换这一次的求贫工作 不论傅远爱是要谈离婚先进还是婚姻故事 都会是一个超级话题 喜欢就定页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